成功的成功 中和區復興里里內大約有800多位的榮民 為了照顧榮民及榮民眷屬 里長游敏玉與新北市府合作 邀請專業老師來辦理健康講座 希望透過老師的分享 讓阿公阿嬤對於照顧自己的身體健康 能夠更有掌握 同時間也有榮民服務處提供服務 貼心幫長輩驗光 換老花眼鏡 或是免費申請拐杖 希望能夠讓長輩感受到更多的關懷和愛 復興里將近有800位的老人家 而且我這邊是兩個眷村 所以一些眷村的伯伯年紀也大了 所以他們行動什麼也不方便 那我想說為了鄉親的健康 我也去跟新北市政府 申請一個林老師來講座健康飲食的問題 希望借著這個機會 給我們鄉親們有一些關心關懷 復興公園的廣場 也由榮民服務處舉辦 就業媒合計主動服務站 希望協助榮民及榮民眷屬 就學 就醫 就養等服務 立法委員張慶忠也到現場關心長輩 強調現在社會高齡化 四五十歲都還算是身強體狀 投入職場工作 能夠為社會帶進更多的活力和發展 就是跟我們輔導會以及很多機關 他們要在招募人才 我們做職業的模仿 讓很多年輕人 現在我們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或者現在因為很多部隊 現在金檢有的四十幾歲就退下來了 像這麼年輕力壯 我們現在平均 國民的這個壽命到八十二歲 那我們有四十幾歲退下來 在澳度就業 能夠增加我們的整個生產力 綜合復興裡英法人口多 因此為長輩設想的貼心活動也很多 這也讓里長尤敏玉 更加關心社區裡的長輩 讓長輩有機會多走出家門 吸收新資訊 也能夠互相照顧 交新朋友 讓社區變成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中家新聞 朱鳳志 郭南宏 綜合報導